朋友们,你说我们家为什么怎么收拾都收拾不出来呢? 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不擅长整理归纳的媳妇是什么感觉吗? 今天给大家看看我希望的花专品 摆在家里到处都是 看看,洗手台那边放不下了 现在在鞋柜上都摆满了 再带大家看看另外一个地方 我睡午觉睡得还挺熟 你们看看,外面没地方放了 又开始往果果的书柜里塞了 大卫上来对我一通吐槽 他觉得家里不够清爽整洁 是因为我吞的化妆品有点多 而且还四处乱放 每天收拾都收拾不住 主要是咱们家也没有一个特别适合放梳妆台的地方 我只能得哪放哪了 其实我们家主卧这个电脑桌挺大的 但是这个地方不适合放化妆品 我们这个卧室超难的 中午的时候太阳从窗户这边就直接照到电脑桌上 化妆品不能阳光直晒 还有在高温的地方放 所以我们家化妆品我就大部分都放鞋柜上了 看看我媳妇终于要做出改变了 我也觉得我存的化妆品有点太多了 那些平平罐罐摆的太乱 所以买了一个大号的化妆品整理箱 这尺寸确实不小 估计你的化妆品全部能放进去了 看我媳妇摆放个化妆品 思索来思索去的 摆就行了呀 摆到合适的位置 刚刚经过了半天的思索跟设计 终于把第一次买好了 这是平时常用的水乳霜还有粉底 第二层准备放这个化妆品口红 你看你这么多口红 平时你也涂涂呗 你看你平时出门都是素颜 也不知道打扮打扮 你也不正常带我出去玩去 你看每天闷在家里 我也这么懒得画这么精致 第二次已经装好了 换成这个真的省了不少地方呀 因为这个好几层充分利用空间了 第二层放变膜 第三层放一些平时多屯货的 精华晚霜这些不常用的东西 打工完成 是不是这样看起来整齐多了 对利索了好多 再把这收拾一下就行了 果果睡醒了 最近给他报了个游泳班 已经学了两三次了是吗 学会了吗 游的怎么样 还不太能 自己游 给大家看看我们家厨房 不知道为什么 大美做一顿饭 整个台面都摆满了 两个锅 好多那个盆盆玩玩 他每一次 就是简单的做个饭 就感觉把台面摆得特乱 平时我就比他利索点 等会我刷碗 你带他去游泳吧 我就不去了 行 今天炒了三个菜吗 今天炒八个菜 厨房还不够用了 这是我们费得的 这里薅 你 首先